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没有权利动辄对别的国家进行制裁 没有资格扮演世界警察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所谓制裁 停止干涉西藏事务和中国内政 中方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方同海和会国家发展关系 旨在深化双方各类与务师合作 造福双方人民 中国同伊朗关系传统友好 巩固和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中伊双方共同选择 中方愿同一方加强沟通协调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伊双方已签署全面合作计划 并于今年年初启动落实工作 中方将同一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伊务师合作 行稳致远 胡春华副总理将于今天到访伊朗 相信此访将对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产生积极作用 海和会国家和伊朗都是中国的朋友 中方发展同双方关系 都不针对第三方 中方一贯支持海和会国家 同伊朗本着牧林友好原则改善关系 开展合作 实现狐狸共赢 共同促进海湾地区发展和稳定 中方院继续为此 发挥建设性作用 12月11日至12月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在河北廊坊 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 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罗森伯格举行了会谈 双方围绕落实中美援手 巴厘岛会晤共识 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挫杀 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 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 进行了深入沟通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广泛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 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美方有关声明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 充斥着谎言和偏见 充分反映了美方霸权霸道霸凌的本性 暴露了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危害中国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我们将尊重和保护人权载入中国宪法 坚持走中国特色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权得到更好保障 中国实现了14亿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 社保 医疗和基层民主体系 中国民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同时中国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 四季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 我们将继续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所谓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完全是实际谎言 所谓中国在西藏执行镇压政策 完全是颠倒黑白 所谓中方瓦解对香港的自治承诺 完全是混淆是非 我们要指出的是 美方动辄对别国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却对美国本身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 美国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强迫劳动 侵犯难移民和印第安人权利等严重问题 美国以保护人权为由 对他国霸凌制裁 发动战争 导致当地生灵涂炭 经济萧条 社会动乱 制造了无数人权灾难 人权危机 对世界人权事业造成严重的践踏和破坏 在这些斑斑劣迹面前 美方根本没有资格以教师爷自居 更没有权利对别国遗旨弃使 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戒人权问题 污蔑抹黑中国 停止戒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国稳定 切实反省资深的人权劣迹 先把美国的人权欠账赌上